蔡斌好事成双 朱婷送上意外惊喜 中国女排成为最大的赢家 李盈盈终于等到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 关于咱们中国女排 迎来了好事成双的惊喜利好 而这个惊喜绝对是由朱婷 为中国女排在国家联赛期间 送上的一个惊喜 这个惊喜真的是让所有的球迷 喜出望外 给了大家一个意外惊喜 让大家万万没有想到 朱婷这一次真的将王者归来了 那么让中国女排成为了 女排国家联赛最大的赢家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和解读 那么众所周知 中国女排在第一周的国家联赛 我们是连续击败了四个强敌 拿到了四连胜 目前并列排在几分榜的第一位 那么第二周 我们将会又迎来四场恶战 但是这四场比赛 其实相较于第一周来说 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 因为这四场比赛要比第一周更难打 对手的整体的规格级别 要比第一周的整体的对手要强一些 而这四个对手来看的话 其实在我们第一周拿到四连胜之后 我们已经成为了 所有球队重点研究和关注的目标了 所以说我们会成为重视之地 各支球队重点的 提防我们研究我们的话 我们中国女排届时 每一场比赛都不好打 而谈到连续迎来的这几场恶战 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我们将直接决定着 第二周的成绩 决定着我们中国女排的命运 我们第二周的比赛打好了 中国女排提前大进总决赛 对吧 我们第三周的比赛 打塞尔维亚 打美国 就毫无任何的压力了 我们届时赢了 是赚的 输了 也不担心了 所以说中国女排会带着更好的 更轻松的心情去应对第三周的比赛 但是如果第二周的比赛 你打不好 第三周就背着心理包袱和思想压力 去打比赛 成绩更不好说了 所以说中国女排 我们第二周的比赛 将直接决定我们命运 第二周绝对不容有失 而面对如此多的硬仗 尤其是后期 我们将会先后的跟你像意大利 美国 塞尔维亚这些强队交手的话 大家都在呼唤着朱婷的回归 一直以来 大家都期盼着朱婷能够回归 对吧 因为我们中国女排 现在的阵容来看的话 李盈颖的对角这个位置 确实是球队最大的一个短板 那么李盈颖目前已经成长为了 中国女排 绝对的世界一流的主攻 而包括其他位置的 袁新月 王元怨 刁林宇 以及你像这个王梦杰 都已经成为了各自位置上 绝对世界一流的运动员了 但是唯独我们李盈颖 对角的这个位置 是我们球队唯一的一个短板 那么这个短板如何补强呢 很显然 大家都在等待着朱婷 朱婷只要回归 她联手李盈颖 两个世界一流主攻的领先 我们打谁都不怕 但是朱婷能够回归吗 首先我们此前给大家分析过 朱婷并没有进入到 中国女排23人的 国家联赛的大名单 也就意味着 她没有完成注册 她是不具备参加本赛季的 国家联赛的 这样一种可能性的 但是为什么说朱婷 为中国女排为蔡冰 送上了好诗成双的意外惊喜呢 因为朱婷不打 这不是一个例外情况 因为世界各国的女排队 我们看到 包括意大利的埃古努 小波赛蒂 波斯科维奇等球员 很多世界各国的 一些强队的主力球员 都不打 对吧 大家完全把国家联赛 当成一个练兵场 大家就是在新的周期 检验新人 培养新人 为明年的巴黎奥运会 再做准备的 其实咱们中国女排 也完全可以雪藏朱婷 对吧 这是一个明智之举 朱婷不打 我们把这样一个朱婷的位置 让给王云露和中会 让他们得到 快速的提升和补强 未来这是我们中国女排 在主攻位置上 重要的替补席上的 最主要培养的一些后手 对吧 王云露和中会 这些球员 是未来在新的奥运周期 我们重点培养的 主攻位置上的 三号人物和四号人物 而真正的一二号人物 他就是朱婷和这个 李盈颖 我们最主要的是 帮助王云露这些球员 得到成长 让他们得到历练和锻炼的价值 等到他们成长起来了 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替补之后 等到后期 我们中国女排 参加亚运会 奥运会 这种国际重要的比赛的时候 这种正式的比赛的时候 那么朱婷就可以上演王者归来 给球队的战斗力 带来升级和加码 他和李盈颖 以双剑合璧 就可以组成球队的双合 帮助中国女排 去染指最终的冠军了 对吧 而王云露届时就可以在替补戏上 也同样扮演着一个球队合格的替补 届时中国女排的主攻位置上 就能够形成一个合理的良性轮转 所以说这一届比赛 朱婷不打 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是个好事 是让蔡斌能够收获 好事成双的一个意外惊喜的利好 那个阶段的中国女排 就真的能够打 任何一支世界强队 措手不及 让中国女排成为最大的赢家 所以说这个惊喜 是由朱婷不打世界联赛 所给蔡斌带来的惊喜 那么也将会让李盈盈 届时等到国际大赛的时候 她等到了朱婷的回归 二人强强联手 就可以引领中国女排 走向辉煌之路 不信我们就走着瞧吧